大家為什麼要開始施工 什麼施工 怎麼說我不清楚 一問到五樓的電梯工程 現場工人統統裝傻到底 一問三不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來 我今天被吊過來了 我不知道 26日早上10點 林森北路的錢櫃KTV驚傳火警 進入現場後發現起火地點 就在五樓的電梯施工區旁邊 但事實上施工業者 至今都沒有提供消防設備的 改善計畫給監管處 造成消防局氣勁 都沒接到相關的施工訊息 讓人懷疑這項電梯加裝工程 根本就是違建 1月17號的時候 業者提出了施工申請 要在789樓坐電梯 不過其實消防局到現在 都沒有收到施工的訊息 而在消防局3月30號復檢的時候 才發現到70里頭有相關的層板 而且再加上這一次火場進入來看 再再都透露出 其實業者早就在偷跑施工 我們勘察現場發現 現場確實有在施工的一個情形 那據業者表示 他們是在進行這個電梯的整修 但有電梯工人出面喊冤 表示加裝電梯的施工道 是在起火點的對角處 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不想講的 可是剛剛看我新聞 為什麼會這樣子太誇張了 事發當時 自己還在進行電梯工程 走出來看枕東大樓 早已濃煙密布 對於電梯施工亮澄火災的說法 感到相當委屈 KTV真正的起火原因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